支持者熱情 歡呼 情緒沸騰 還有人在大街上放起鞭炮 祝賀國民黨的張志倫 順利當選 綜合區立委 強調不會讓選民失望 但事實上在所有票箱 幾乎都開完之前 張志倫團隊也不敢大意 票數一算再算就怕出錯 畢竟這一區藍綠白 撒卡都選 站最後關頭 張志倫還被綠營對手爆料 違建和會選爭議打得相當激烈 儘管披上民進黨戰袍的吳貞 這次吞敗 但支持者還是力挺到底 同一時間民進黨立委候選人吳貞 即使落選了 但仍現身站在台上 感謝支持者集團隊付出 我知道現在可能大家情緒 都有點低落 我們今天晚上大家不要哭好不好 因為你們哭我也會忍不住哭出來 這過去兩百多天 我們已經一起打了一場 非常非常漂亮的選戰 你們說對不對 對 吳貞鼓支持者只是才剛在台上 跟選民約定不要哭 下了台吳貞還是忍不住落下男兒淚 與支持者相擁而泣 而另一頭民眾黨的邱成遠 儘管落敗 仍強調中間選民有穩住 我們知道說年輕選票跟中間選民 基本上我們希望說投票率 如果能夠達到八成 我想我們的這個勝算會增加幾分 中和撒嘎都基站 吳貞麗平接棒守住綠營版圖 雖然最後還是沒有勝利 也算是打了漂亮一仗 在內新聞國一聲羅培有新北採訪報導 今天我們知道